光甲鸟的学名是Appleagus lucrum 它是真昆虫科的一种昆虫 除阿尔巴尼亚、保加利亚、冰岛、马尔他和葡萄牙外 欧洲各地都有它的身影 并穿过地中海盆地的大部分地区向东越过就北极 到达中国和日本 Appleagus lucrum是浮游科的一种真正的昆虫 除阿尔巴尼亚、保加利亚、冰岛、马尔他和葡萄牙外 欧洲各地都有它的身影 并穿过地中海盆地的大部分地区向东越过就北极 到达中国和日本 Appleagus lucrum是浮游科的一种真正的昆虫 除阿尔巴尼亚、保加利亚、冰岛、马尔他和葡萄牙外 欧洲各地都有它的身影 并穿过地中海盆地的大部分地区向东越过就北极 到达中国和日本 据估计 Appleagus lucrum的分布范围在北纬50度至50度S之间 东京20度至160度之间 不 Appleagus lucrum并非原产于欧洲 它是一种真正的春科昆虫 除阿尔巴尼亚、保加利亚、冰岛、马尔他和葡萄牙外 在欧洲各地都有发现 它也被发现穿过地中海盆地的大部分地区 向东越过就北极到达中国和日本 然而它是欧洲的引进物种 这意味著它是从世界其他地区带到欧洲大陆的 而不是欧洲本土的 不 Appleagus lucrum并非原产于地中海盆地 除阿尔巴尼亚、保加利亚、冰岛、马尔他和葡萄牙外 整个欧洲都有它的踪迹 它也存在于地中海盆地的大部分地区 向东越过就北极到达中国和日本 然而它并非原产于地中海盆地 地中海盆地是一个包括地中海 其周围陆地以及地中海周围岛屿的地理区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